为进一步做好疫情期间 心脑血管、孕产妇、儿童、肿瘤等 极为重症患者的医疗救治工作 全力满足市民基本医疗服务需求 我们专门确定了28家救治定点医院 其中孕产妇救治定点医院7家 儿童救治定点医院3家 血液透析救治定点医院11家 肿瘤救治定点医院3家 心脑血管疾病救治定点医院4家 以上医疗机构在疫情防控期间 均开展正常的整疗服务 并设置必要的急诊抢救缓冲区 急诊手术缓冲区和病房缓冲区 对急诊急重症患者在做好防护的基础上 进行及时治疗 对于高度怀疑 且不能排除新冠肺炎的患者 在治疗同时进行核酸检测 对救治后忍需留院治疗的 先在缓冲区进行单人单肩隔离治疗 排除新冠肺炎后再转入普通病房 疫情期间居民如愈突发疾病 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或联系所在社区 及时转运时定点医院就医 感谢您的感谢